作词曲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全书之药360 请看第152句 君子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药卷一周易 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君子勤奋学习 以积累学问道德 有疑难 则虚心请教来明辨真谛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 非学无以广才 明朝的大儒正小也曾教诫子弟说 大智非才不救 大才非学不成 远大的志向啊 没有伟大的人才啊 就不能够成就 而伟大的人才呢 不通过学也不能够成就 无论事出世间的学问 都是必须好学才能成就 所以古人说 学海无涯苦作周 那有人就问了 既然这么苦 为什么还去学呢 其实啊 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义 如果不学呢 不明理 不明理就更苦了 所以我们看现在的社会 无论是贫富贵贱 都是身心不安 身心不安的原因在哪里呢 古人说 理得心安 因为不明理 不知道事实真相 所以都是积极的妄求 用不符合道义的方式 去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让自己啊 身心疲惫 这都是因为人不明理所导致的 所以中国古人呢 特别重视读书人 为什么尊重读书人呢 因为读圣贤书的人 他明白事实真相 像孟子说呀 得道者多注 诗道者寡注 诗子也说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圣贤经典 记载的都是宇宙人生的大道 是自然而然的规律 这种规律啊 都是古圣先贤 在生活中观察体悟得出来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我们读圣贤书 与圣贤人为伍 其实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只有在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 才能够啊 趋吉避凶 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习传统文化呢 为什么要读圣贤书呢 其实目的就是四个字 趋吉避凶 让我们有一个幸福美满 成功长远的人生 所以学习呢 虽然苦 但是苦中有乐 古人说 发喜充满 禅月为时 那么经常读圣贤书的人呢 他都有这个体会 就像我们说 颜回 一单时一瓢饮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那么一般人呢 体会不到学到的快乐 含呢 误解颜回 批评颜回 这都是因为啊 这些人呢 站在二层楼 而颜回等圣贤人呢 是站在二十层楼 站在二层楼的人呢 看不到站在二十层楼人 所见到的景象 所达到的境界 所以他不理解呢 还对他讽刺挖苦 甚至呢 批判嘲笑 那么古人还说啊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不如喜欢这个道的人 喜欢这个道的人 不如啊 那些乐在道中的人 他在学道的过程中 体会到一种法喜 一种由内心源源不断 所涌出的喜悦 他就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受 越来越欢喜 越学啊 越有成就 越学呢 越有味道 所以古人读论语啊 从小的时候 三四岁就开始学习 到了老了 七八十岁了 还在学习 但是每读一遍 有一遍的味道 每读一遍 有一遍的体会 每读一遍 有读一遍的 这个进步 所以就法喜充满 那么中庸上告诉我们 怎么样才是好学呢 有福学 学之福能 福错也 有福问 问之福之 福错也 有福思 思之福德 福错也 有福变 变之福明 福错也 有福行 行之福赌 福错也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十能知 几千知 果能 此道 已 虽余 必名 虽柔 必强 有福 福学 这个福 当不自讲 就是我们平时 有不读书的时候 虽然有不学的时候 但是 无论如何 要勉强 要勉励自己 要勉励自己 一有空闲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 学 必须要学得成功 所以说 学之 福能 福错也 这个错呢 就当 至字 来 解释 至啊 就是放置在那里 把一个东西放在那里 不管了 这叫至 也叫错 意思是说呀 只要我们有空闲 能够学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 并不是说 我学得差不多了 应该平止了 学 就要学会 学能 没有学到能的时候 福错也 就不能放下 一定要继续再学 有福问 我们有不问问题的时候 但只要我们能有问的机会 比如说 有师长 朋友 同学在旁边 我们有机会啊 向他们提问 那就一定要问 问之 服之 问的时候呢 问的我们还不够知道 或者知道的还不够彻底 服错也 我们也不要就此放下 还要继续再问 有福思 思之福德 服错也 我们有不思的时候 这个思就是研究 我们有不研究的时候 但是一有空闲 只要时间许可 我们就要来研究 研究到什么程度呢 服得 服错也 就是你心里有所得 如果我们这个思 得不到要领 思得不够透彻 那就不能够放下 一定要思出一个结论 思出一个所以然 有福变 有福变 变之 福明 福错也 这个变呢 就是辨别 我们有不辨别的时候 但是一旦要辨别 就要辨别的非常透彻 彻底明了 没有到彻底明了的时候呢 也不要放下 有福行 行之福赌 福错也 这一句话呢 是讲实行 有不实行的时候 但是呢 要实行 就要实行的彻底 这个就叫赌行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行 就要行到十分 不要只行到八九分 就停止了 没有到这个程度 就不能够放下 不能够停止 那么下面讲 虽然人的能力 智慧 聪明 不相等 但是只要肯学 好学 都能够成就 所以不要自暴自弃 像弟子规上说的 物自暴 物自弃 胜于闲 可寻置 别人的智慧高 他闻一次 就能明白 我的智慧不如他 我花上一百倍的功夫 我也能够办得到 人实能知 人家拿出十分的力量 就能够做到 我拿上千倍的功夫 也能办得到 只要肯干 坚持不懈 就行 果能此道已 虽于必名 虽柔必强 这个果呀 就是下定决心 果然我们肯这么做 虽然我们愚钝 聪明智慧比不上人家 但如果我们用上百倍的功夫 我们也能变得明智 这个柔呢 就是指能力不足 虽然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人家 人家的能力强 一下子就做好了 但是我们下上千倍的功夫 我们的能力也能变强 所以就看自己肯不肯学 肯不肯干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要好学 后边说 宽以居之 人以行之 意思是说要用宽恕厚道的存心 来待人接物 用仁慈博爱的精神 广行于天下 这个宽呀 就是宽恕的意思 所以这个恕 上面是一个如 下面是一个心 这个字看到了 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恕 这个恕就是做到如其心 如谁的心呢 如对方的存心 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你就能做到宽恕了 比如说啊 我们看到别人做事做错了 要生气要发火的时候 我们就要反攻自问 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圣贤人了 我是不是一个错误都不犯了 如果我自己还不是一个圣贤人 我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习气毛病 所以也不能够要求别人 一个错误也不犯 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 希望别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我呢 我们希望别人能够考虑到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长条件 经历 我们的苦衷 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那么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给人家一个改过的机会 这就叫数 所以孔老夫子的弟子来请教 说 有没有一个字 我可以终身奉行的 孔老夫子说 有啊 这个字就是数 那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也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 将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 己不欲 己素已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扪心自问 我稀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 行为方式来对待我 如果我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 行为方式来对我 那我就不能够这样去对待别人 这个就是数 那么很多人说啊 都是谁谁谁让我很生气 让我很发怒 其实这个说法呢 有待商榷 我们看怒这个字呢 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 下面是一个心字 看到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怒呢 就是把自己的心 变成了奴隶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变成奴隶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才会发怒 而皇帝内经上又说怒伤肝 一个人经常生气 脾气不好 就对自己的肝脏有损伤 就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肝病 而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说 怒发冲冠 说明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 发怒的时候 这个血气会往头顶涌 头顶就经常发热 那我们观察一下啊 在那个非常燥热的气候之下 这个植物都不是很爱长 所以一个人经常发怒 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头顶发热啊 头发不太爱长 当然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 聪明绝顶 为什么聪明的人头发不太爱长呢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感觉也很有道理 因为这个聪明的人做事啊 都非常的灵敏 聪慧 看别人做事都是笨手笨脚的 所以他就容易着急容易上火 结果这一着急一上火一发怒 确实是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了自己 把自己的头发啊 都气得很不爱长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转怒为数 从逻辑上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你的内心 所以那一个让你生气的人 请问是谁呢 还不是我们自己吗 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有称恨之心 所以才会生气 别人呢 那都是一种缘分 是这种缘分让我们认识到 原来我们还有称心 没有断 所以有一个文章啊 题目叫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这个文章呢 写得非常好 一个成熟的人 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 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 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 比如说 有一位女士抱怨 我活得很不快乐 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 他把快乐的钥匙 放在了先生的手里 有一位妈妈说 我的孩子不听话 叫我很生气 他把钥匙交在了孩子的手中 有一位婆婆说 我的媳妇不孝顺 叫我很生气 他把钥匙交在了媳妇的手里 有一位年轻人从文具店里走出来 说 那位老板服务态度恶劣 把我给欺诈了 他把钥匙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这些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 那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自己的心情 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对现况无能为力 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于是我们开始怪罪他人 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 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 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 他的情绪稳定 为自己负责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压力 那么诸位朋友 你们的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 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中吗 那就赶快把它拿回来吧 这个文章啊 写得非常好 他提醒我们 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当然呢 这个礼可以顿悟 我们今天明白了 哦原来发怒啊 不是别人让我发怒 是我自己没有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这个礼一下子就明白了 没有人能走进我的内心 是我自己内心有撑 所以我才会发怒 这叫礼可以顿悟 但是事需要见修 需要我们在每一天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之中 立事练心 来磨掉我们的习气 我们经常怨天尤人 经常发怒 经常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其实我们如果呀 看了水结晶的实验 我们就明白了 人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一切法从心享生 静随心转 当别人对我们 呈现出不满意 不完美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对人家有不满意 当我们从内心深处 去除了这种不满的话 用一种感恩的心 关爱的心柔软的心 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你发现呢 他们对你的态度立刻就转变了 这个就是静随心转 所以看到这个宽字呢 让我们中国人想到了一句话 叫宰相肚子能撑传 量大福大 所以你看为什么 人家能当宰相 我们当不了 原因人家心量大 心量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一看唐朝的娄诗德 这个人呢 心胸极大 气量超过一般人 曾经有人告诉他 有一个缺乏教养的人 在指名道姓的辱骂你 娄诗德怎么说的呢 他说 天下之大 怎么会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呢 但是这个人仍然替他抱不平 再次去告诉楼公 楼公说 你对我说 他骂我 这是重复骂我 请你不要再说了 有一天他上朝 因为身体肥胖啊 就行走缓慢 其他的官员就说 楼公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呢 楼公怎么样回答的呢 他笑着说 我不像庄稼人 谁应当事呢 你看他的心量多大呀 他的弟弟啊 要去做代州刺史 临行之前呢 向哥哥来辞行 楼公对弟弟说 我们兄弟受到国家的大恩 官资和地位过分的龙胜 必然被一般人所记恨 你如何对待这件事呢 他弟弟就说啊 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吐嘛 我自己擦去完事 请哥哥不要担心 没想到啊 楼公却严肃地说 别人拓在你的脸上 是恨你 你擦去拓沫 就是驳回了他的怒气 会让他更加愤怒 你要怎么做呢 拓面自干 你应该笑脸 接受他拓面 这才是处理满盈的正确方法 所以你看呢 别人吐到 吐抹到自己的脸上 都不能够擦去 不能让人觉得是 驳回他的怒气 还要拓面自干 笑脸相迎 所以你看这一件事啊 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别人给我们一个不好的眼色 我们都受不了 更何况人家无理取闹 唾唾沫 唾到我们的脸上呢 楼公深受皇帝的信任 满朝文武 无人敢比 但是他不仅不高傲自大 反而更加谦虚谨慎 凡是遇到别人攻击诽谤自己 他就反省自责 好像无地自容似的 他常常说 别人对自己无理攻击 其中必然有他的道理 对此不去计较 不仅是培养自己的气量 也是为了避免灾祸 这就是君子 所以再三反省的原因啊 像楼师德这样的人呢 可以说是受到别人的侮辱 而不怨恨别人的人 所以他做到宰相呢 确实是因为气量非常的广大 所以中国人讲呢 忍辱负重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说的很有味道 如果你不能够忍 特别是不能忍辱 你就不能够担负重任 遇到一点小事都受不了 经不起挫折 诽谤 诋毁 那也就承担不了重任 所以这个忍字呢 写得也很有智慧 这个字是上面刀刃的认 下面是一个心字 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忍呢 当你好他好 大家都是谄媚我们 肯定我们 赞叹我们的时候 那当然谈不上忍 而当有一把刀 搁在你的心上的时候 在你心上割肉的时候 你还能够忍 这才是真实的功夫 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啊 并不是表现在平时 而是啊 有人对你无理取闹 做出让你 让你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能够 平和 微笑 这才体现出真正的修养 所以古人说呢 这个忍呢 也有不同的层次 首先 是利忍 也就是我们明白了 哦发怒 是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所以遇到事情啊 可能心里感觉到 不满意 不舒服 但是强忍着 不发作出来 这是忍的初级功夫 如果我们把功夫停留在这个层次 那么终于有一天 你会忍无可忍 还是会啊 火山爆发 所以我们要向上提升 其次 其次就是望忍 也就是要心胸开阔 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 恩欲报 怨欲望 抱怨短 抱恩长 宰相肚子能撑船 别人对我们的不好 不开心的事 我们转头就忘了 不是老把他留在心里 念念不忘 想起来呢 就把自己啊 气一遍 就是不与人计较 所以有人说啊 一个巴掌呀 拍不响 你看一个巴掌 你怎么拍啊 拍不响 如果两个巴掌 一拍呢 就响了 那说明什么呢 如果两个人 争执起来了 说明这两个人的层次 境界 水平 相差不多 如果一个高 一个低 一个能忍让 有涵养 那肯定就争不起来 再次呢 是凡人 也就是要做到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当出现冲突 矛盾不愉快的时候 不是去责怪对方 而是来反省自己 这件事我 错在哪里 我是不是有 可待提高的地方 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有沟通不到的地方 才导致了 不良结果的产生 所以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啊 被誉为中国人的心法 也就是最重要的 一条教诲 为什么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呢 因为各自则 天清地宁 各相则 天翻地覆 遇到问题 大家都是反省自己 这件事我应该如何提高 我哪里做的不完美 这样的话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遇到问题 大家相互指责 相互挑剔 相互批评 那就会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天翻地覆 所以从这一句话中啊 我们体会到 古圣先贤的智慧 这一句话 就把冲突的原因 乃至于解决的方法 全都给我们指出来了 而现在小到家庭 夫妻之间的冲突 中到企业之间的冲突 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都是因为人们 不懂得这一句话 或者没有例行 这一句话所导致的 然后啊 是官人 什么是官人呢 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事观 其实你看我们 昨天所发生的事 或者是以前 所发生的事 甚至刚才所发生的事 不就如同一场梦一样 已经过去了吗 面前的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 是短暂无常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思想 想法念头是这样的 过一会儿就变了 明天又和今天不一样了 每一天都是不一样 而且是刹那刹那都不一样 那我们再想一想 再过五六十年之后 那些和我们对立的人 那些诽谤我们的人 欺负我们的人 和我们处处刁难的人 他们又在何处呢 不都到骨灰盒里去了吗 所以有什么值得我们 去生气的呢 去计较的呢 甚至于连这个生气的我 生气的人 还有所谓的怒气 全都是虚幻不实的 是当体即空 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也是四大苦空无常啊 四大甲合而成的 是吧 那么到人走的时候啊 这个四大分离 因缘不再聚合在一起了 我们这个身体都不存在了 所以哪一个是我呢 那么同样的道理 那个我生气的人 他也是虚幻不实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 电视剧上的画面一样 他是一个动画而已 只不过比动画呢 动得要快很多 让我们误以为是真实的了 那么你这样去观察的话呢 有什么必要 因为执着 而让我们自己生活在 怒气不安之中呢 所以人学了传统文化 还会啊 升起贪嗔吃慢的心 就是因为没有学的透彻 这个理啊 没有认识清楚 也就是没有真正的看破 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 经常给我们提到 如果一个人真正看破了 他一定会真放下 就比如我们桌子上 有一个金子 还有一块石头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 这个金子的价值 比石头要重 我们一定去拿这个金子 不会去拿这个石头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去拿这个石头 说明什么呢 我们并没有认识到 这个金子的价值 比石头重得多 所以我们含有自私自利 含有明文立养 五欲 六臣 贪嗔吃慢的 这些习气 都是因为没有彻底看破 学的不够透彻 所导致的 下一个层次是习人 欢喜的忍受 别人欺负我 毁谤我 是来给我消业障的 所以要感激鞭挞你的人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我们的罪业呀 如果是有形象的话 尽虚空 变法界都不能容受 那我们犯了这么样的 多的罪过 怎么样来消除呢 那么当别人 侮辱我们 诽谤我们 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 接受 那么这些啊 罪业啊 就消除 所以在了凡四讯上说 人之无过救 而横批恶名者 子孙往往咒发 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过失 也没有什么罪过 但是别人就横批恶名给你 就是给你 加上了好多不好的名声 侮辱你 诽谤你 怎么样呢 这是给你加福来的 所以这个福啊 是逆着加的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 所以人要知道好歹 人家谄媚我们 肯定我们 赞叹我们 给我们很好的名声 处处宣传我们 这是把我们的福啊 在消磨 因为名亦福也 人出名啊 也是一种福报的体现 所以了凡四讯上还说啊 是只想圣名 而实不负者 多有其货 在世间 享有很盛大的名声 人家一见到你呀 就大德呀 菩萨呀 给你赞叹的 无以复加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没有真才实德 配得上人家的称赞 这个时候我们要战战兢兢 不敢承当 这样才对 如果我们洋洋得意 自以为是 你看别人对我们都这样的恭敬 那我们这个福啊 哎 马上就消掉了 那么相反呢 哎 我们没有什么过失 别人却误解我们 诽谤我们 指责我们 挑剔我们 批评我们 我们应该高兴 人家是给我们加福的 最后呢 是词忍 为什么能够做到词忍呢 因为我们明白啊 从因果上说 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啊 你看这个人 做事做得很可恨 行为啊 不可思议 但是你去探究原因呢 其实都有他 可怜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还没有走上社会 就做出了很多悖逆社会的行为 比如说他看到一个豪华的轿车啊 停在路边 他也不认识这个车子的主人 但是他很淘气 上去拿刀子就给他画上两道 甚至还有人呢 拿了一瓶汽油 一泼 再点一把火 把这个车子给烧掉了 如果我们是这个车子的主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 非常的生气 说怎么有这样损人 不利己的人呢 但是古人告诉我们啊 论人之非 必圆其心 当我们探究一个人 做错事的行为的时候 错误的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找出他 导致这个错误行为的原因 我们去调查一下才发现 原来这个孩子啊 早年父母离异 父亲找了一个妻子 成了一个家 母亲又嫁了一个丈夫 成立了另外一个家 他呢 就没有人照管了 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因为他从小没有体会到父母的关爱 所以怎么样啊 变得很冷漠 甚至处处与人对立 想方设法的报复别人 对别人生不起信任 那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自己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 是关心的无微不至 像观音菩萨一样有求必应 听说有一个方法可以提高学习成绩 我们不惜万斤 都要送孩子去学习 听说有一个地方啊 在教弟子规 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德行 我们可能不远万里 也要送孩子去参加 这个弟子规的学习营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 是这样的关爱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孩子呢 从小就没有人关心他 爱护他 所以啊 和我们的孩子相比 确实是非常可怜的 所以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从小没有接触到弟子规 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 结果人不学 不知道 人不学 不知意啊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和恶人之分 只有学习和没有学习过 弟子规传统文化的人之分 所以浪子回头 金不换 一旦他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文化 学习圣贤教诲 可能他回头啊 比一般人还迅速 因为他懂得珍惜啊 他更懂得感恩 所以你看呢 对于那些 做出不良行为的人 我们不仅不发怒 不产生报复之心 甚至还能够以德抱怨 提起帮助对方 提升对方的慈悲心 这就叫人以行之 所以修行的目的啊 没有别的 就是要把心调得柔和 和任何人都不起对立 真正的做到啊 没有一个我恨的人 没有一个我不能原谅的人 没有一个我不爱的人 这样才能够从内心 化解与人的对立和冲突 而且从因果上看呢 世界上没有偶然的爱 也没有偶然的恨 你对一个人付出了多少 你也会从那个人那里 得到多少 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相反呢 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的 我们也发现呢 别人往往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所以每一个人所得到的 都是他自己所应得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啊 帮助自己 那我们存着害别人的心呢 其实也是无形中给自己 设置障碍 让自己的人生啊 多了很多的困难 所以古人说 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 多一个敌人 多一堵墙 怎么样把敌人 变少呢 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啊 化敌为友 把这个敌人 变成你的朋友 你的敌人数目不就减少了吗 朋友的数目就越来越多了呀 那 怎么样能够把敌人 变成朋友呢 那就是要靠 真诚之心的感化 中国古人说啊 经诚所致 今时为开 如果我们不能够感化他 说明我们的真诚心 还不够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要去感化他呀 为什么顺 他的后母 他的弟弟 三番五次的置他于死地 他不仅没有怀恨在心 去打击报复 反而总是反省自己的不足 虽然得了天子之位 还经常到原野上去豪气呢 他豪气的不是自己觉得受冤屈了 而是觉得自己的儿子职责 没有尽到 没有能够让母亲欢心 自己做哥哥 替道没有尽好 没有让弟弟啊 转变 最后怎么样啊 他的真诚心 终于感化了他的后母 也感化了他的弟弟 最后呢 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 圣贤人和一般的人区别在哪里呢 圣贤人就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和众生 我和万物都是一体的 所以古人也说 所以古人也说一体之人 如果还有我 还有他 还有两个这个概念 其实人已经不存在了 既然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 这种对人的慈爱心呢 就能够生起来了 凡夫就是迷失了自信 就像这个大海啊 起了很多的水泡 这个水泡都执着 这个水泡是我 那个水泡是你 所以彼此之间就有了冲突 有了对立 有了摩擦 有了矛盾 当我们回归自信的时候 就是这个水泡啊 回归了大海 哦 原来才知道 整个大海才是真正的自己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他明了了 我们都是一体的关系 所以他能够做到慈悲 帮助别人呢 就像帮助自己一样 能够宽恕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一百五十二句 我们再看下一句 一百五十三 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事欲宣其义 必先读其书 一曰 君子已多智前言网行 以续其得 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四十四 潜伏论 这个智 就是记住的意思 序 是培养的意思 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这个工匠啊 要想把他的工作做好 做到尽善尽美 日心又心 必须让他的工具 首先精良 俗话说磨刀不误 砍柴工 要把柴砍得快 砍得好 首先要把刀 这个工具给磨好 那么这呢 是借这个比喻 来彰显下一句的道理 事欲宣其义 必先读其书 这个事 事人读书人 想要宣扬 产发这些伦理道德 等等的道义 就必须首先读圣贤书 所谓的五轮实义 其实整个的四书五经 乃至于啊 整个的四库全书 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五轮八德 所以你要想阐述 仁义理智的道理 首先要读圣贤书 读圣贤经典 可以看到历史上圣贤的榜样 也可以看到 古圣先贤所产发的道理 就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化解冲突 消弥战争 达到身心和谐 家庭和睦 国家和谐 天下太平 这是读书人的责任 上一次 威尔士大学的校长啊 来拜访老法师 老法师就把 群书制药360的英文版 介绍给他 并且对他说啊 如果全国 全世界的领导人 都能够学习群书制药 那么这个冲突啊 战争就没有了 天下太平 结果这个校长很难得 他回到 宾馆啊 利用晚上的时间 就把这个360的英文版 看了一遍 第二天他非常兴奋 他说啊 真的像老法师所言 如果人人都学习群书制药 这个冲突战争 确实就没有了 世界和谐 和平 就能达到 所以他说啊 要让他们大学 所有管理系的学生 也来学习群书制药360 所以读书人 他有责任呢 去教育大众 那要教育大众呢 必须自己先明理 自己先去例行 所以圣贤之书 不可不读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呢 事与宣其义啊 必先读其书 后面又说 义曰 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 以续其德 这就引用了 义经上的一句话说 君子应该多多记取 并且用心领悟 前人的家言善行 来积累培养自己的德行 那么汲取历史的经验智慧 特别的重要 在孔子家语上啊 有这样一句话 福明镜者 所以查行 亡谷者 所以知今 人主不误习记于 其所以安存 而忽带于 其所以威亡 事由 未有以 异于雀部 而欲求及前人也 岂非祸哉 这句话很有味道啊 他说明亮的镜子 是用来 查照人的形体的 古代的历史经验 是用来启发金人的 如果君主 不重视音寻前朝 之所以安存的经验和诡计 又忽视了前朝 之所以威亡的教训 这就如同什么呢 这就等于是 向后退步行走 却希望追上前人 这不是很糊涂吗 那么这句话 就是提醒我们啊 在历史上 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 都是能够 以古建金 汲取历史的经验 教训 古为金用 像唐太宗 就给我们做了 这样一个好的榜样 唐太宗 从16岁开始啊 就从军打仗 从军十多年 屡战屡胜 是一个长胜将军 但是啊 却没有时间 学习圣贤经典 对于古圣先贤的 治国理念 治国之道 茫然无知 27岁 他就做了皇帝 知道啊 创业艰难 守业更加艰难 所以啊 他就命令 魏征 萧德延 楚亮 于世南等等的大臣 把唐朝以前的治国理政的经验 都汇集起来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编辑了《群书制药》这一套书 这套书编好之后 唐太宗每一天首不试卷的阅读 读了之后啊 这样说 蓝所传书 蓝所传书 博而且药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使朕 智智 击鼓 临世 不惑 其为老也 不亦大灾 也就是说呢 他看了《群书制药》之后 认为这一本书 广博而窃药 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经史子集》里所记载的这些典故 经验 教训 乃至于治国的方法 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更没有见过了 这部书能够使他借鉴历史的经验 遇到事情不迷惑 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 可以说呢 太宗皇帝啊 为我们做出了一个 多治前沿网行 以叙其得的榜样 如果我们读《真观之药》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啊 他的所作所为 的的确确是受了群书制药的影响 比如说他经常引用 公遗修巨语等历史故事 告诫臣子 要戒除贪心 提醒 这个大臣们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 去贪污受贿 以权谋私 就如同拿着明珠去射鸟雀 明珠价值连城 但是他不珍惜 拿着他去干嘛呢 拿着他去射麻雀 分不清哪一个重 哪一个轻 得不偿失 他还用君者周也 民者水也的比喻 来提醒自己来教戒太子 所以他通过读群书制药 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 也明白了治理国家 应该从君主自身的修身 开始入手 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呀 就达到了国泰民安 万国来朝的结果 那么群书制药这一本书呢 所汇集的古圣先贤的 治国理念方法经验教训 确实是经过千万年 上千年考验 累积下来的宝藏结晶 历久弥新 但是啊 这个群书制药呢 是大唐初年所编辑的 治世宝典 他总结的是 上十五帝下到近代 也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 前半段的治国理政经验 自隋朝以后 唐宋 原明清也积累了丰富的 治国理政的经验 同样需要 总结成书 所以呢 我们尊敬的老和尚啊 也经常建议 一定要组织专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精华 那么这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呢 可以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材 号召全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者 共同学习 这样的话呢 和谐社会大同之志 就指日可待了 这是一项啊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重要工程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汲取古圣先贤的经验教训 对于我们治理国家 何其重要 因为一个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能看得更远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实古人早已经经验过了 而且已经看到了处理的方法 这些经验和教训 如果我们能够汲取的话呢 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也能够避免啊 盲目的向西方学习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 一百五十四 曾子曰 君子 公其恶 求其过 抢其 所不能 去私欲 从事 于意 可谓 学矣 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 卷三十五 增子 这一段话呢 告诉我们怎么样 才叫好学 古人说好学 近乎智 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 都需要好学 愿学 喜学 这样才能成就 我们看啊 大凡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 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 都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 在个人 全都是自主自愿的去学习 不用老师去逼 因为他自己能够废寝 忘食的用功 这样的人啊 才能够成就 那么曾子啊 就给我们做出了 好学近乎智的榜样 那么曾子的这一段话呀 出自于曾子修身篇 教导了我们什么叫 真正的好学 君子供其恶 求其过 抢其所不能 供谁的恶呢 不是责备别人的过恶 而是啊 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 自己的过恶 尽力的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 求其过 也是求自己的过失 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 抢其所不能 就是尽力突破 自己所不能做的 自己还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要加强 要勉励自己 做的尽善尽美 去私欲 就是克服自己的私欲 向炎回来问孔老夫子 什么是人 孔老夫子说 克己 赴礼 为人 要做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凡事不符合于礼的 行为 都不要去做 不要去说 不要去听 甚至连起心 动念 都不可以 这样才能 磕除自己的私欲 从事于意 所作所为 都要符合于 意的标准 去做符合 道义的事 那么古人 告诉我们 意的标准 就是弟子规 太上感应篇 时善业道经 凡事起心 动念 言语行为 都符合 这三个标准 这才叫 从事于意 这样做呀 才称得上是 好学 那么后面呢 韩讲啊 要珍惜 时日来学习 君子 爱日以学 即时以行 男者 服辟 义者 服从 为义所在 爱日以学 就是要珍惜 时日来学习 即时以行 你看古代的人呢 他非常的珍惜 时间 费寝忘食 挑灯夜战 甚至投悬梁 追刺鼓 这样的发愤读书 才能够有所成就 还要适时的 把所学的 付诸于行动 在生活中 去落实 难做的 也不回避 容易做的 也不盲从 只考虑 它是不是 符合道义 日单就业 昔耳自省思 以莫其身 亦可谓守夜矣 每天早晨 就工智 学业 到晚上啊 就自我反省 检查 这样呢 一直到老死 一辈子 都这样坚持 这才可谓 坚守学业呀 这段话呢 也是曾子 把自己的 学习心得 和我们分享 我们看论语上啊 讲 无日 三省 无身 他每一次啊 多次的 反省自己 他自己呢 确实是这样做的 否则也说不出 这样好的教诲 那么后面 还有一段啊 提现 曾子好学的话 君子既学之 唤其不博也 既博之 唤其不习也 既习之 唤其不知也 既知之 唤其不能行也 既能行之 唤其不能以让也 君子之学 至此无者而已已 君子学了之后呢 还担心自己 学得不够广博 担心呀 并没有真正的 理解其中的意思 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去这样做 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既知之 唤其不能也 已经理解了 又担心自己 不能够付诸行动 这个行 和上面的习呀 还是有一点区别 唤其不习也 这个习呀 是温习的意思 他的知识 已经很广博了 又担心自己 不能够实时的温习 而下边这个行呢 就是在生活中 去实行 既然在生活中 去实行 既能够在生活中 去实行 又担心在行动上 做不到谦让 所以说 换其不能以让也 所以君子之学啊 只是把这五个方面 做到 才称得上 是君子之学 那么孔子呢 他也给我们表现了 一个好学的榜样 他说 实事之意 必有忠信 如秋者也 不如秋之 好学也 就是 孔子所住的附近呀 一定有忠信的人 但是 他们都没有我好学 所以孔子 为什么能够成为圣人呢 他是怎么成为圣人的呢 他就是靠好学 而成就的 所以我们讲 好学 近乎至 好学和至 接近了 为什么说接近了呢 因为这个智慧 是我们本性之中 本有的 本自具足 那通过什么 把这个智慧开显出来呢 通过向 古圣先贤学习 古圣先贤 把他们开启 自性明德的 自性智慧的方法呀 记载在经典之中了 我们向古圣先贤学习呢 也帮助我们开发 自己的本性明德 所以说 好学 近乎至 那么通过学习啊 就可以 接近智慧 接近啊 本性的明德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学习 不能靠别人逼迫 必须要自己知道 学习的意义 而学 就要学圣贤书 学 就要学做圣人 所以古人说 读书 志在 圣贤 学习的目的呀 不是学习知识 学习技能 重要的是 学习圣贤教诲 学习四书五经 我们看现在的人 也很好学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啊 西方的文化呢 也能够被我们所接触 很多人也很好学 但是学的方向 方法不对了 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利益 那我们看啊 中国古代的皇帝也很好学 现在的人也很好学 但是为什么 学的成就 学的结果不同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学的内容 和古人不一样了 学的方法 也和古人不一样了 中国古代的皇帝 要学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请一个对经典 包括如是道的经典 很通达的人 给他讲一段 圣贤教诲 他带着群臣 一起来学习 特别是像 康乾盛世的时候 这个皇帝啊 都会离请 如是道三家的大德 也就是把如是道的经典 给自己讲解一下 他呢 带着文武百官 一起来学习 所以全国上下的思想 高度的统一 自私自利的心 就没有生起 这样呢 才创建了 康乾盛世 但是到慈禧 太后啊 当政的时候 那如是道的大德呢 也在讲经 但是他每一天去听课 好像啊 听到这个大德们 都是在批评自己 最后啊 他一生气 就把这个宫廷 讲经的传统 给废弃了 结果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憎 三日不读圣贤书 自己自私自利的心 就升起来了 那么上下呀 这个思想观念 就不能统一了 结果呢 导致了清朝的急剧腐败 最后啊 八国联军入侵 这个清王朝呢 他覆灭了 所以清朝的父王 并不是因为 讲传统文化的原因 而是恰恰因为 废弃了传统文化 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啊 凡是稍有成就的皇帝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尊重历史 熟读圣贤诗 而且呢 尊师重道 对于能够讲 圣贤经典的老师 他们都是以 尊师之礼来接待 这样能够以史为鉴 所以啊 才能够缔造圣事 那我们现在呢 也学习 但是呢 不是学的圣贤经典 或者学圣贤经典的时间 很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很难做到 近乎制 学的越多啊 甚至还把头脑搞得越混乱 也不能够学做圣贤 现在有一句话说 读书志在赚钱 和古圣先贤的教诲 完全被离了 所以我们看 古代的读书人 开口就是 今怀天下 心系苍生 范仲淹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还有呢 孤言武说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诸葛亮说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林泽徐说 苟立国家 生死矣 起因祸福 必屈之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都 开口就是天下 很少提到国家 那我们再反观 现在的读书人 年轻人 乃至于高考 状元的作文 里边写的都是什么呢 不是别人对不起我了 就是 别人呢 做了哪些 不合适的事了 满指怨游 怨天游人 那为什么 古代的读书人 和现在的读书人 差别如此之大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我们所受的教育 不一样 我们所读的书 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党校啊 国家行政学院啊 等等这些 干部培训的机关 应该教什么呢 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教圣贤经典 教群书制药 这才能够把人的思想啊 真正统一起来 自私自利的心 才不会升起来 那么很多人学习 有障碍 成就不了圣贤 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大学上告诉我们 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德之 交太以施之 圣贤学问呢 这个大道啊 都必须以忠信的心 成静的心来学习 才能够获得 如果自己很骄慢 瞧不起古人 认为古人都不如自己 看老师也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缺点 这个骄慢之心 一升起来 就学不到东西了 所以古人说啊 如果学生 观老师的过失 他一定不会学有成就 有一句话说呢 如果你的眼里 全都是菩萨 说明你也是菩萨 你的眼里全是圣贤 说明你也达到了 圣贤的境界 如果你的眼里 全是凡夫俗子 说明你自己啊 也是一个凡夫俗子 这就叫 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印光大师也说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那么百分成静呢 也得百分的利益 千分成静 也得千分的利益 而我们现在 对古圣先贤的教诲 没有成静之心 那我们也不能从中 获得任何的利益 所以即使这个人是凡人 但是我们把他当成圣贤来看待 我们从他身上所得到的 就是从圣贤那里得到的利益 相反如果这个人是圣贤人 我们把他当成凡夫俗子来看待 那么我们对他呀 看法错了 没有成静之心 那我们从圣贤人身上 所得到的利益呢 也是少得可怜 所以为什么我们同在一个地方 修学 有的人修学提升得很快 而有的人修学啊 却没有什么提升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不同 我们是忠信 还是交态的态度不一样 所以曾子说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他每日反省自己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就是忠信 忠信是我们学习的要点 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 所以大学上说 忠信以得之 论语中也说 主忠信 子以似教 文行忠信 这些都是讲啊 忠信的态度 对于我们求学 是至关重要的 这呢就是给我们指出了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学有所成 有的人却一无所成 主要的就是态度不一样 那我们学习啊 曾子的这一段话 重点呢强调 学习的目的是肾修己得 修身是修养自己的 不是去让别人修养的 小儿语中讲 得行立身之本 读圣贤书 自自体验 口耳之学 梦中吃饭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 如果我们只是读圣贤书 学了之后呢 讲出来 从耳朵里听出去 又从口里讲出来 而不能够落实在 日常生活行为之中 不能够滋润身心 这个与人与己 都毫无用处 这就是 寻子 孔子所说的 小人之学 寻子告诉我们呢 为学要做 君子之学 不是图外在的名利 不是为了 声明彰显而学习 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 德行智慧而学习 要能将圣贤的教诲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进而正己化人 自立立人 自行化他 这样呢 言行举止都能够 给世人做一个好的榜样 这才是君子之学 为己之学 所以孔子呢 以四种科目 来教导学生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其中是以德行为首 这就是告诉我们 修学的本末 寻子说 荣辱之来 必向其德 怠慢忘身 祸哉乃作 协会在身 怨之所够 这些呢 都是告诫我们 个人的荣辱祸福 都是自作 自受 因果使然 自我感召 既然言 有招祸 行 有招乳 我们必须 慎其所利 时刻 谨言慎行 抓紧时间 修养 自己的德行 所以我们学了圣贤教诲呢 一定要 反省自己 修正自己的思想 言语 行为 而不是拿着 所学的东西 去要求别人 拿着圣贤教诲 要求别人 看别人的不是 这就不是宽厚了 就是 刻薄挑剔了 所以格言别路上说呀 得薄者 其心刻傲 见人皆可赠 故目中所比弃者重 得行浅薄的人 他的心地刻薄傲慢 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 可挑剔的地方 不如我的地方 所以他眼睛中所鄙视的人 所瞧不起的人 就有很多很多 相反 得后者 其心和平 见人皆可取 故口中所 许可者多 得行深厚的人 他表现出来 心平气和 见到每一个人 都有可取之处 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所以他 口里所赞叹的人 认可的人 肯定的人 就有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呢 拿着圣贤教诲 去要求别人 挑剔别人 就会越学越烦恼 为什么越学越烦恼呢 本来我们的心是清静的 但是呢 我们把自己的心 变成了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 越来越不清静了 离清静心越来越远了 所以是越学越烦恼 所以这句话的重点 就是强调啊 学习啊 要落实在行动上 做到知行合一 解行相应 而且呢 学习圣贤教诲 是修正我们自己的过失 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 言语 行为 绝对不是拿着圣贤教诲啊 去衡量别人 指责别人 挑剔别人 我们再看下一句 一百五十五 子曰 五常 终日不时 终夜不寝 以思 无意 不如学也 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 卷九 论语 孔子说 我曾经 整天不吃饭 整夜不睡觉 去冥思苦想 但是 没有收获 还不如 读书求学的好 在 《论语为证》上也记载 孔子曾说 学而不思则枉 思而不学则淡 孔子主张 学与思并重 这里边所说的 以思 无意 就是指啊 只思而不学 这一章呢 完全注重在 学这个字 人有 人有生而知之者 学而知之者 困而学之者 生而知之者 尚也 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 其余的普通人都需要学 就连孔子 就连孔子也承认 他是学而知之者 而不是生而知之者 比如说呢 在《论语》中 记载 他说啊 我非生而知之者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民以求之者也 所以孔老夫子 一生好学 他自己和普通人 不同之处 也就是他比别人好学 那么他好学 好到什么程度呢 以至于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那么孔老夫子 一生好学 他学周公 好几次在梦里 梦见周公 他研究某一个道理 可以终日不时 晚上睡觉啊 也睡不着 那么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记载一个故事 我们从中啊 可以看到孔老夫子 是怎么样好学的 孔子去向诗乡子学琴 学了十天 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 《史乡子》说 哎 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 意思是说 这个曲子 你已经学了十天了 你可以学习别的曲子了 孔子说 我已经熟悉 乐曲的形式了 但还没有掌握方法 过了一段时间 《史乡子》又说 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 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 但是孔子说 我还没有领会这个曲子的意境 又学了一段时间 《史乡子》说 你已经领会曲子的意境了 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 孔子还是说 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 《史乡子》 又学了一段时间 孔子神情俨然 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时尔庄重目染 若有所思 时尔怡然高望 致意深远 孔子说 我知道他是谁了 那个人 皮肤深黑 体型奇长 眼光明亮远大 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 若不是周文王 还有谁能转作出 这样的音乐曲子呢 《史乡子》听了之后 赶紧起身 再拜说 我的老师也认为 这首曲子的确是文王操 所以你看我们从孔子学音乐 他学得很专精 学得很认真 对自己的要求啊 很严格 绝对不是浅尝辙止 一知半解 就放弃了 这里边呢 不如学也 就是好古 民以求之的意思 这个古呢 是指古书所记载的 古圣先王的道理 所以孔子言回 他们所学所好 都是圣贤之道 所以孔老夫子一生 恕而不作 信而好古 他说他自己没有什么 发明创作的 他所学习的 都是古圣先贤的道理 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 喜欢看书 也很好学 知识面也很广博 但是所看之书呢 未必是圣贤之书 未必是经过历史的检验 而沉淀出来的智慧 那我们读经典 学圣贤之道啊 这个都是大浪淘沙 为历史所一再证明的成果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走错路 而且呢 圣贤经典 都是圣人心性的自然流露 他们都是明心见性之人 怎么能够说错呢 所以在经典之中 所记载的道理 没有错误可言 很多人说这个经典之中 有糟粕 称为经的东西啊 经者常也 所记载的都是 恒常不变的道理 那么这里边 没有糟粕可言 那么老法师呢 也说了一句啊 很幽默的话 有人问他说 这个经典之中 有没有糟粕呀 他说有 哪些是糟粕呢 看不懂的地方 就是糟粕 的确呢 我们看现在人 对圣贤经典的批判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啊 圣人站在二十层楼 而我们一般人 站在两层楼 我们体会不到 圣贤人所体会的境界 还以二层楼的境界啊 去批判二十层人的境界 是因为你不懂 没有理解他的深意 还把古圣贤贤的道理 给误会了 所以才会导致啊 认为有糟粕 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我们对自己所阅读的书 所看的电视节目 都要有所谨择 不能什么都看 什么都学 如果什么都看 会潜移默化的 受到他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 大部分都是杀盗淫妄 电影电视剧 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 没有一个情人小蜜 再来一段床上戏 好像这个电影电视剧 都演不下去了 所以你看啊 时时刻刻都是在学习 关键是你在受好的影响 还是受不好的影响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看的内容 所以学啊 一定要学圣贤经典 在甲子新书修正语上啊 有这样一段话 汤约 而不可以大支 在这里啊 就是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 可以把他比作是太阳 一个人静思独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像火光一样 如果舍弃了学习圣贤之道 而一个人名思苦想 就像舍弃了外边的太阳的光明 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 这个烛光呢 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 能够见到周围小的范围 但是开启不了你的大智慧 所以明智的君主 乃至于圣贤人 君子人 都宠上学习圣贤之道 宠上读经典 而不是一个人读字的 明思苦想 这句话呢 可以作为这一句 很好的注解 告诉我们要学啊 就要多学经典 多学圣贤之道 这样才能够学有所成 学习之后 也能够变化气质 我们看下一句 第156句 见善必以自存也 见不善必以自行也 故非我而荡者 无师也 视我而荡者 无有也 产于我者 无贼也 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药卷38 孙青子 见善必以自存也 见不善必以自行也 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 见善不善必以自身而内自行也 见到善得的人 善人善行 就要想到向他学习 向他看齐 让我自身也具备这种善行 见到不善得的人 或者做得不好的人 一定要反过头来反省自己 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 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 一定要加以改正 所以呢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 无论是见到贤得的人 还是见到不贤得的人 见到善行 还是见到不善 都要提起正确的观念 怎么样提起正确的观念呢 见到善行 要一丝不苟的自我对照 并且加以学习效法 而不是嫉妒他 障碍他 看到不善的行为 一定要戒慎恐惧的反省减点 并且拿来警惕借鉴 而不是嘲笑他 批评他 瞧不起他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呢 时时刻刻呀 都要善观己心 修行一定是 修正自己的身心 下面又具体讲 故非我而荡者 无师也 批评指正我 又很恰当的人 就是我的老师 所以那些真正有成就的君王啊 都是任用 重用那些能够批评指正自己的人 比如说我们看唐玄宗 为什么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呢 在创造开元盛世的时候啊 他所重用的是 韩修 张九龄等这样的忠臣 他重用的 韩修 就是啊 随时会指出他的问题 以至于他都经常保持很紧张的状态 有时候他在玩乐的时候 都会问旁边的人 含修知不知道啊 才问完 那个奏折啊 就传来了 他又吓了一跳 很惶恐 为什么 又来讲他的不是了 有一次啊 唐玄宗在照镜子的时候 好像呢 瘦了很多 旁边的人就进禅言 皇上啊 都是含修 让你瘦下来的 他这样做啊 太过分了 结果 唐玄宗怎么说呢 唐玄宗说啊 有一个大臣 叫肖松 他每次来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 都是顺从我的意思说 还称赞皇帝英明 很好很好 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很高兴 但是他一离开 那一天晚上啊 我就睡不着 还是觉得啊 他所说的话都是谄媚我的 到底实际情况是如何 我心里没底 而每一次含修来的时候 都是指证我的过失 让我每每感到很难过 但是啊 他劝完我以后 我就知道 问题在哪里 虽然我很难过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却睡得很踏实 从这里我们看到啊 这个唐玄宗 是一个很明白的人 所以呢 他还说呢 我用含修 是为了这个国家 不是为了我这个身体 不要瘦下来 不要瘦下来 所以啊 瘦了我一个人 但是肥了天下的人 很值得呀 从这一段话呢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 为什么唐玄宗 能够创建 开元盛世 关键在于 他能够重用 正直的大臣 如果没有能够重用 这些 泛言直见的臣子 他自己有了错误啊 自己都不能够认识 更谈不上去改正了 结果后来呢 九龄已老 含修死 明朝不复 见书来 后来呢 张九龄老了 含修也已过世了 就没有劝谏的奏折 递上来了 后面又遇到了 杨贵妃 结果自己啊 就陷到情欲当中 不能自拔 从此皇帝不早朝 最后啊 导致了一个能够 创建开元盛世的皇帝 遇到了安史之乱 差一点都亡国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就了解到啊 一个领导者身边的人 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 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甚至决定他的团体 国家的命运 所以古人说 以铜为贱 可以正一冠 以骨为敬 可以知心涕 以人为敬 可以明得失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 而从那些肯劝谏我们的人 当中呢 我们就能看到自身的不足 能够啊 不断地提升自己 所以啊 非我而荡者 无师也 是我的老师 是我而荡者 无有也 他肯定我 肯定的对 这个是我的朋友 那我们看这个 魏征对于唐太宗而言啊 是一师一友 因为他不仅仅经常 劝谏太宗的过失 他也经常肯定 太宗正确的言行 比如说在真观正要上记载啊 真观六年 尚未侍臣曰 看古之帝王 有兴有衰 有朝之有目 皆为碧其耳目 不知时政得失 在真观六年的时候啊 皇帝对侍臣说 你看古代的君主 有的兴盛 有的衰亡 就像啊 有早晨 也有晚上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都是因为 闭塞 视听 不知道时政的得失所在 忠 忠正者 不言 携产者 日进 既不见过 所以至于灭亡 忠正的臣子 不敢犯言直见 而携取不正的 谄媚巴结的人 却被举禁 以至于啊 君王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所以才导致了灭亡 朕既在九重 不能浸见天下事 故不知清等 以为朕之耳目 莫以天下无事 似海安宁 便不存意 说我呢 处在公平之中 天下的事情 不能完全的知晓 所以才任命 大臣 作为朕的耳目 不要认为天下无事 似海安宁 便不 放在心上了 便不用心了 书云 可爱非君 可谓非民 书经上说 可爱的 不就是君主吗 可畏惧的 不就是百姓吗 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成可谓也 天子 就是一国之君呢 他有道的时候 人就把他推为君主 无道的时候 人们就会推翻他 弃而不用 这 成可谓呀 这件事啊 实在是令人畏惧 那魏征听了之后 怎么回答的呢 魏征对曰 自古失国之主 皆为居安妄威 处理妄乱 所以不能长久 今陛下富有天下 内外清艳 能留心至道 常临身吕伯 国家隶数 自然灵长 臣又闻古语云 君 周也 人 水也 水能载周 亦能复周 陛下已为可谓 成如圣旨 魏征回答说 自古以来 丧失了国家的君主 都是因为 居安妄威 处理妄乱 在安定的时候啊 就忘记了 威王的时候 处在盛世的时候呢 就忘了 这个国家可能会败乱 所以才不能长久 现在陛下呢 富有天下 内外清平 还能够留心 治理国家的道理 能够战战兢兢 像 面临着深渊 踩着薄冰那样 小心谨慎 那么国家呢 自然会 绵延 久长 而且我又听 古语说 君主 像船一样 人呢 就是人民啊 像水一样 水能载周 亦能复周 陛下认为 这件事 诚可以畏惧 应该小心谨慎 这 确实是 像您所说的那样 那么从这里 我们看到啊 魏征对于唐太宗 所说的正确的言论 他也是啊 给以肯定 而且还要 再进一步提醒他 保持一种 战惊 剃力的态度 所以他 对于太宗而言 既是老师 又是朋友 后面讲 产于我者 无贼也 总是产媚 巴结 顺成的 这是贼害 我的人 像 齐景公身边呢 就有一个特别善于谄媚顺成 投其所好的愚臣 梁秋巨 有一天啊 齐景公看到梁秋巨 骑着马奔驰而去 就对燕子说 梁秋巨 是能够和我意见相同的人 和我很和谐 燕子说 梁秋巨 只是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人 并不是和你和谐的人 齐景公就问了 铜与和 有什么区别呢 燕子啊 就拿做菜来做比喻 说做菜烹饪的时候 要放酸 甜 苦辣 几种不同的味道 加以烹饪 最后这个菜煮出来 味道很好吃 这个叫做和 而现在呢 您说什么好 梁秋巨就跟着说什么好 您说什么不好 他也就说什么不好 这就是铜 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 就像做菜只放一种佐料 就很单调了 铜与和的区别 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呢 真正和君主啊 和谐的臣子 他恰恰是能够啊 弥补君主的不足 指正君主的过失 让他不要一错再错 那么一味的顺承 谄媚巴结君主 那就是啊 放任他的错误 让他呢 一错再错 错得离谱 甚至啊 导致亡国 还有一次 齐警公问燕子 他说 我的先军齐桓公 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 九次会蒙诸侯 统一天下 而现在我的兵车啊 有一千辆 可以赶上 齐桓公的业绩 在他之后 一统天下吗 燕子怎么回答呢 他说 齐桓公率领的兵车三百胜 九次会蒙诸侯一统天下 那是因为他左右包书衙 又有管仲的辅佐 而现在您呢 左右全是昌忧 谄媚邪恶的人在前 阿谀奉承成的人在后 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 而成就霸业呢 那么这些故事啊 就是告诉我们 任用贤臣忠臣 还是任用阿谀奉承 阐媚八戒的臣子 才是领导者 成败的关键 而不在你兵车的多少 实力的雄厚与否 为什么 这个任用忠臣和愚臣 这么重要呢 就是知道啊 任用愚臣 让你啊 洋洋自得 有过失啊 也不知道 而任用忠臣呢 却可以随时指证你的过失 改正你的错误 这样才会呢 把国家治理得好 所以贞观政要上也说 君为暗主 臣为愚臣 君暗臣愚 威王不远 这个君主很昏暗 臣子又阿谀奉承 君主昏暗 不能够识别人才 臣子涵一味的讨好他 巴结他 不能指证他的过失 他的威王 马上就来到了 这是给我们指出了愚臣的危害 所以这里讲 铲鱼我者 无贼也 对我铲妹巴结 一味顺诚的人 是贼害我的人 那我们今天啊 就先学习到这里 不足之处 欢迎大家 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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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